今天會教大家一組如何在家用這部SUBO訓練平衡力的動作 這個動作有五個不同的難度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的等級選擇不同的動作 進行一些有關於平衡力的訓練 事不宜遲 我們先講講第一個難度 第一個動作就是Alternate Leg Step On 做步SU 其做的時候一開始 歇力而開步SU大約一隻腳的距離 手叉腰收緊Core 然後交叉上步SUBO上面 記得做的過程 要轉換一隻腳的先後次序 這就是第一組的動作 第二個難度 我們就要有一個March On Doom 直接站在步SUBO上面 進行步行的動作 做的時候 都是手叉腰眼望前 腳大概拿到90度的level 當然啦 如果平日我的平衡力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你可以開始 拿起一隻腳 拿高一點 大概45度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平衡力好 你才慢慢拿高 這樣也可以 這就是第二組的動作 第三個level 就是Step to Single Leg Balance 同樣 相距一隻腳的位置 然後呢 一隻腳踏上去 另一隻腳 轉高 擺在90度的距離 那記得呢 站起來的時候 盡量可能 hold一至兩秒的距離時間 去訓練一下你單腳的平衡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三個level 那第四個呢 就是Shuffle On Busuu 站在你的旁邊 然後另一隻腳踏上去Busuu 上面 雙手放鬆 好像你平日跑步那樣就可以了 慢慢坐下 然後左右跳 那當你熟習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慢慢加快力的速度了 OK 那到最後一個了 那就是Run On Busuu 那你站在Busuu 上面 然後手放鬆 好像在上面跑步那樣 眼望前面 那這個呢 就是第五個最難的訓練平衡力的動作了